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换脸 最近这个换脸确实有了不少的变化 这个版本呢更新到了4.8 下面这两个呢也发生了一些改变 具体改变的内容呢 这个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来这边自己看一下 除了一些这种Bug上的修复之外呢 就是加了一些新模型 以及一些新功能的增加 但新功能比较少 我们还是看一下具体哪些地方发生了变化 然后这个版本的升级 这边有个升级包 不管你是4.9的版本吧 然后把这个升级包打开 这个里面有一些文件啊 我们把它复制下来 然后呢把它贴过来就可以了 选择替换 这样替换完了之后 你的版本也就升级到了4.8 相关的内容就都有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先把它关掉 好这样就OK了啊 我们来找到这个4.8 然后来双击启动就可以 好这边是我们的这个使用界面 这个4.8这边 主要是多了一个这个音频驱动 就说这种说话嘛 我们之前也给大家推荐过一些工具 这个facefusion呢 它的功能和前面这个4.8 是完全一致的 所以这个我们介绍一个就可以了 我们把这个选中 然后呢我们来选一下图片啊 这个 在这边找一个啊 有个目标 这个吧 音频驱动啊 这个我们选一个声音就可以了 然后 将近9 技术师 这个高清修复 是必选的 这个人脸替换你可以不选 如果你不希望说是在做这个 素人说话的时候 发生换脸这个行为 那么上面这个图片 然后你就不要去选 点这个情况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它不会进行换脸 当然我们演示的话就勾上了 我们一次性把所有的功能都做完了 这样就可以了 其实它不需要变 这边多了一个新模型 这里大家可以自己尝试 点那个开始就可以了 这边时间有一点点长 我们需要等一下 已经完成了 看看结果 打开输出目楼 这就是它的这个效果 大家看到了 应该说还是不错的 这就是这个音频驱动 素人说话的一个效果 当然这边的话 你可以选一个视频 方法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然后我们重新开一下 重新启动一下 点一下按钮把它打开 这个就是它新版本的一个界面 确实比之前的界面要好很多 整体看起来确实很专业 这边呢是选择三个文件夹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选一下 注意的话 这边我们选择的都是文件夹 不是选择这个文件夹里面的文件 所以你打开之后呢 是看不到里面有什么东西的 比如说这个是吧 里面是空的 好多人问 就是我选择之后 为什么是空的 这个是空的就对了 因为它是文件夹 选中 这边的点那个加载文件就可以啊 如果你文件多的话 它这边会卡一下 这个大家注意等一下 如果你这些配置不好的话 那么需要耐心一些 这个我们 它这边的一个选项 可以切换你这个文件夹里面的这个图片 或者是视频 这个大家自己选 我们来选一个图片 然后点这个画脸 到这边没有 我们先找脸 选中这个脸 然后呢这边也选一个你要画的一个脸部 点这个画脸 这边来选 这边选不了了 它这都选不了的应该是报错了 看一下 这边报错了 所以大家 如果是你遇到这种操作不了的情况 那么你就看一下黑窗这边是吧 黑窗这边它都会给一些相关的提示 这个报错了 所以我们关闭 再重新开一下 它这个整体的程序说明还是有一些bug的 点一下这个 切换过来 这边卡了一下是吧 因为它有加载里面的文件 这个是很正常的 找脸 选中脸 选中我们这个要换的脸 点这个换脸 这样画过来了是吧 那个脸部比较模糊 我们需要打开这个人脸修复 点一下 这边后面的是它 一些所有的模型吧 这个我们之前的这个模型 它都是隐藏起来 需要你一个一个去试 现在的话它都放出来了 这个我们就想用哪个模型 然后就点哪个模型就可以了 比如我们选这个检测对齐 这个检测对齐的话是对这个脸部的细节 进行一些变化 这个我们可以把脸部放大一些 点这个显示遮罩 这样就放大了 然后呢你可以选择这些相关的模型 可以去看看这个对比 你可以看出来它是有变化的 就这个吧 我比较喜欢这个 看起来是柔和一点 好就是脸部 然后下面这个强度 这个和这个折挡 其实效果差不多 我们来找一个视频吧 切换过来 然后用这个 然后我们先来找脸 选中 然后点这个脸部 然后换脸 这样已经换过来了 是吧 对换过来了 然后呢我们这边换脸的话 这边可以发生一个相似的一个变化 大家看这边头上这个头发 变化的很明显 头发没了 所以我们可以打开这个折挡 大家发现这个头发回来了 是吧 还有另外的方法就是用这个强度 打开这个强度 然后呢去调整这个折挡的一个范围 把它拉打下 它会变小 是吧 大家看这样 这样的话头发有回来一部分 然后呢边界混合放大一点 这样的话其实也就可以了 把这个取消掉 你看这个整体的效果 跟这个折挡打开的效果 基本是类似的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去选择 这边下面还有一个这个 口部解析 这个是比较常用的 我们来看一下把它放大 这边它这个嘴呢 是换脸之后的嘴 如果这个视频里面的话 其实并不是太好看 我们还需要原来的嘴肯定是最好的 所以我们把这个打开 然后呢把这个数值调大 它这个数值同样是可以通过这个鼠标的中键 然后来操作的 你可以拖也可以 大家看到这样的话 其实我们相当于是在这个白色的遮罩范围之内 把它挖了一个洞出来 把这个原来的嘴给露出来了 大概就这个意思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原来的嘴 然后呢我们来播放一下 因为它这个是视频 所以说如果你直接这样放的话 那么你会很卡 为什么呢 因为这边这个线程数是5 这个5太大了 所以我建议大家说 除非你就是4090那种最高端的显卡 那么你其他显卡的话 尽量的把这个给它移 虽然会稍微慢一点 但它不会卡 然后呢我们这边就可以点这个播放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整体的这个效果确实是非常不错的 当然说如果大家如果你想要保存这个视频 那么呢我们比较拉回来 你要先点这个录制 先选这个选项 然后呢再点这个播放 这样的话你这个整体的换脸视频呢 就会保存到你这边这个文件夹里面去 所以这个需要大家了解一下 然后填下来了 就这样的 其他的话没有什么太多需要说的 这些参数 其实好多参数呢我们可能也用不到 可能或者说用的比较少 常用的也就这些选项 这边还有文本遮罩 这个的话我给大家稍微提一下吧 因为这个有点带好理解 它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有用的 比如说我们这边还是用这个图片 先找脸 我们再画一个脸 那么显示这个遮罩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把这个嘴关掉 这个文本遮罩 打开 然后呢我来输一个眼睛 那么这样呢我们通过这个文本眼睛 然后呢创造一个遮罩 把这个数量调大一下 大家看 当这个数量调大的时候呢 它在人物的两个眼睛的位置出现了两个洞 这样的话会把原来的眼睛露出来 大概就这样的效果 这个混合度可以调一下 变模糊一些 差不多就这样 它的用法大概就是这样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下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所有的内容 这边呢还有个模型包的问题 有好多人在使用的情况下发现没有模型 那是因为你没有下载模型包 这个模型包是必须去下载的 所以这个大家自己要留意一下 今天就到这吧 大家拜拜 拜拜